近日,俄罗斯媒体报道出一篇重磅信息,美军的F-35战机,被伊朗F-300发现并跟踪。 那么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否就证明伊朗的F-300导弹,既备了发现隐身飞机F-35的能力了呢? 实际上,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对,事发当天,美军驻阿联酋Avdebra空军基地的12架F-35起飞,执行日常巡逻和武力展示任务。 但为了训练第三日打击战术,于是使用了野兽作战模式。 在该作战模式下,F-35将放弃隐身能力,使用弹药外挂模式最大程度地发挥该飞机炸弹卡车的作用。 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F-300才发现核追踪和F-35。 所谓的野兽模式,一般是美军在前期将敌人的防空系统和空中航空兵消灭的差不多之后的简陋和补充打击作战。 美军认为,对付防空力量强劲的地区武装力量时,F-35这样的战机,第一日和第二日的作战任务,主要是利用隐身效能渗透,进入其防空火力网。 然后将指挥控制和火力发射等重要节点摧毁,使其作战体系失能,也就是所谓的踹门作战。 由于F-35具备高度的隐身能力和队的侦测能力,对手的防空体系一般都不能幸免。 F-35在这一隐身模式下和F-300可谓是交手数次。 接大胜而归。 实战例子发生在叙利亚较多。 俄军和续军在叙利亚装备的F-300导弹,完全无法发现,和跟踪以色列的F-35战机。 数次被F-35突入到危险距离投掷炸弹扬长而去。 虽然F-300在这一过程中,也发现了所谓的疑似目标多次发射。 但战绩仍然为零。 这也不奇怪。 F-300作为第三代防空导弹系统。 其配备的雷达是一般的三座标雷达。 而F-35的研发和技术,就是专门针对这种S波段和X波段的搜寻与火控雷达的。 即便是俄罗斯号称,能够反隐身的F-400导弹和JY-14反隐身雷达,也在叙利亚和F-35的交手中败下阵来。 更别说F-300了,俄罗斯出售给伊朗的这批F-300,并不比叙利亚的那批更先进。 所以只能说这次F-300,虽然发现了F-35,却也只能妄扬星探。 实际上,即便是在野兽模式的F-35,伊朗使用F-300,也是拿它没有太多办法的。 第一野兽模式的F-35雷达讯号,特征在F-300导弹资料库里没有出现过。 对这种目标,伊朗虽然会发现高速掠过的雷达电磁波讯号, 但却无法识别出具体是什么机型。 伊朗和防空系统和航空兵作战系统不互相连线。 如果伊朗每次发现这种目标,据直接射击击落,那伊朗自己的飞机就遭殃了。 所以伊朗的F-300,即便发现了F-35,也不会贸然开火。 而是要首先确认。 这次俄罗斯试出发现,F-35的讯息大概率是事后通过情报确认,而不是当时立即识别。 第二是野兽模式的F-35,可以随时转换为隐身模式。 F-35,携带外挂弹药后,的确会失去隐身能力。 但在面对威胁度较高防空系统,或者来洗导弹时, F-35,可以直接将这些弹药甩掉。 这样F-35,就瞬间恢复了隐身能力。 此时F-300的地空导弹追踪系统,就会失去了追踪目标。 无法引导导弹继续抗击拦截了。